两岸交流持续热络 民进党当局却恶意阻拦 一错再错 民进党强组交流有多下作 一分钟带你看破 一分钟看台 看台一分钟大家好 我兄一分钟和你分享台湾大老式的 海啸老报记者中医 那话不多说 我们一分钟倒计时马上开始 近来两岸交流活动持续热络 胡秀柱夏立妍 台湾妈祖联谊会等人 来大陆访问满满收获 上海市台办应台北市政府邀请 赴台交流公开透明光明磊落 可就在一片和谐友好的氛围之中 民进党当局又开始 挑拨离间各种冰枪案件 他们不仅纵容台独侧异 阻拦耍箭 还对上海台办疫情各种人为涉陷 这些上海市台办人员 厅城上没有的 就哪里都不能去 不准他们出来吃宵夜 民进党到底要闹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啊 不必这样子呢 人有这样对我们吗 民进党当局如此行为 正英的那句古话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 自由自在 大陆同胞去台湾 却被民进党当局各种阻碍 谁是小人 一目了然 可就是这样的民进党当局 却还有脸整天 心心作态 之前蔡英文邱泰山等人 花式高缓和平 开展交流 做出相对应的努力 持续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嘴上说是一套 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他们单方面禁止两岸直航 不顾民众需求 邱泰山蔡英文 在伤害两岸百万个家庭 大陆螺蛇粉和小吃 深受台湾民众喜欢 他们就吓得赶紧禁售 要求下架 一个字 绝 可就像民进党当局 强行禁止反让螺蛇粉 越近越火一样 他们无理阻碍两岸交流 只会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 因为两岸交流是挡不住的趋势 民进党当局非要做那钢测的躺币 结局必定失败 他们今天是 亚可信马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